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二 所以今天market没有什么会动了 因为market今天晚上要看那个美国的 这个通货膨胀数据cpm number 明天又有美国这个美联储开会 然后那个起息 所以market这两天是没有什么会动了 ok 所以你要看看啊这两个了 ok 所以今天呢他们意料呢美国 CPI CPI这个通货膨胀 ok 9.30分 他们意料呢会 7.7 跌到7.3 这个一年的 一年的报告 1月份的报告就是0.4 7到0.3他们意料了 最重要这个7.7 7到0.3 如果他去到7.3 ok so market有 market 应该还 还应该不会什么有太大的 啊 动作了 如果他是高过7.3 这个就可能market会大跌 因为高过7.3 证明了可能那个 啊 通货膨胀没有没有受控制好 啊 那个美联储会很积极的起息 啊 如果他是低过7.3 证明那个通货膨胀已经真的开始 真的跌到蛮快了 啊 如果 那个可能market会起 因为 那个美联储可能会 更低的更慢的 起息 或者起息起更少 啊 这个是对那个market有啊 有动力了 啊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大波动 ok大炒一轮 然后明天晚上 ok明天晚上 也许今天炒了 明天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会炒 因为 如果如果他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大的这个惊喜呢 他应该around 7.3 啊 左右呢 他应该还是会起0.5的啊 就是从4.0去到4.5 啊 应该是不会太大的什么啦 太大的这个啊 影响啊 如果他如果他 比这个7.3 离开7.3很多 either高很多 或者低很多 所以明天这个 就会受影响 ok这个啊 每年 每年球起息 他们意料是 4.0去到4.5啊 可能这个会变 如果这个会变 market就会很大的波动 啊 他炒也炒不久啦 因为还有一个星期罢了 啊 这个星期炒了 下个星期就是Christmas 的星期了啦 Christmas星期 啊 然后就啊 Christmas很多这些 很多这些资金经理那些全部 差不多 就是时候就拿leaf 啊 然后到 直到31号 直到1号才回来 到明年才回来的啦 啊 然后他们要close account 这些那些 就不会 不会有太大的资金啦 我觉得啦 没有包啦 我觉得 那时候呢 他们market会很波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资金少啊 所以 某个集团他去 他去超重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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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那些market就会 很大的波动啦 很小心啦 那些就是他们要 那些 那些 他们就是要去 捞那些什么 什么 那些 啊 啊 散户的钱啊 就是这个时候了 啊 所以很多散户不懂 他们去塞浪很危险 很危险的啊 啊 这些就是这些大 这些 啊 不是大集团那些smart money smart money 去 捞那些 啊 这些 啊 谁的钱啊 散户的钱啊 ok so啊 你看看这个manjesson的名称啊 哦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itmax啊 很多人 应该蛮刺激的 看到itmax 一开一上市就去了 就去了42% ok 从1.07去到 啊 1.5 1.5多啦 所以我们看看itmax啊 看看itmax ok itmax呢 他一开市的时候呢 就掉下来了 啊 掉下来了 itmax 啊 掉下来了 要怎样看 用15分钟来看啊 所以我15分钟 我有看到15分钟了 他有一个 他掉下来了 他有一个 他做了一个这个啦 这个小小的通道了啊 so这个itmax呢 如果他还要飞嘞 如果他还要飞嘞 他应该要突破这个通道 你用15分钟图画一个通道 然后他也也许要突破这1.4 他突破1.4 可能他还要去啊 可能他还有机会去 如果他没有突破呢 可能他暂时还要调 还会还会不会吵 不知道 你看这这这近期呢 近期呢 近期这个 有几个 有几个科技股啦 SITOS上一年 啊上市 啊 so SITOS上一年 上市也是这样 啊也是这样 啊 啊 第一天 第一天 啊第一天 有冲上去 然后贴回下来 然后market market就 啊冲上去之后 market就一直 卖卖卖卖卖卖了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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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有subscribe到那些啦 啊 和那些 有有有有 有开市的时候 有有买到的 哦 他们应该是 丢丢丢丢丢丢完了 然后那集团 还会炒多一轮啊 科技股 哦 他们再炒 就冲了上去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有没有炒第一轮 第二轮已经冲上去了 跌回下来 哦 so 我们看看其他的 好像这个 Cinergen也是啊 Cinergen 哇 你看Cinergen啊 也是 哇 他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东西 然后market就开始炒 炒了又开始跌下来 跌到很便宜 他那集团是这样啊 他不会买 他不要买你 他买不到你IPO的价钱 如果这个 这间公司是 啊 可以的啦 你就证明他是 他是赚钱的啦 他是他是 他是 啊 他的这个 啊什么 啊 基本面是好的啦 他们觉得他 有潜能的 哦 他们有很多很多时间 我看他会 丢到他低低先 然后他从便宜便宜 再炒上去 他不会从一下子 冲着上去 啊 这几个IPO都没有 他都是丢下来人 丢下来再炒过 啊 丢下来便宜再炒过 啊 还有一个那个 sbtec也是啊 啊 啊 所以第一轮 第一天你看他冲上去 然后 啊他就开始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 掉到便宜便宜 然后他们再炒过啊 所以 有这个症状啊 你看一看现在这个 itmax他是掉了下来 啊 我们看他掉到哪里去 然后 有没有可能再炒过 有可能啊 啊 我一点事意了 我看一点事意啊 你看你看十五分钟图啊 啊 这边啊 这个顶啊 啊 突破一点事意 可能他还有机会去 啊 这个慢慢看 啊 这个该看看多几天先啊 啊 这两天他也比较难动啊 不然 他们要炒这个呢 很难讲的啊 所以他很多 这些科技股 这几 这这这这一两年来 上市的几间都是 掉下来先 才再冲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怎么样啊 ok 要观察 ok 看看免责声明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 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ok 我们看国际先 今天马股收在1470 掉了0.4 434点 新加坡上了0.976% 啊 030 马股啊 LXQCI掉了0.434% ok 新加坡上了0.796% 香港上了0.681% 韩国上了0.026% 日本上了0.404% 泰国上了0.171% 菲律宾掉了0.043% 中国FDSE上了0.141% XSE掉了0.085% XSE掉了0.662% 澳洲上了0.313% 印尼上了1.127% 纽西兰上了0.825% 台湾掉了0.613% 印尼上了0.599% 所以还不错啦 今天亚洲有点动力 我们看英国 英国上了0.076% 德国DEC上了0.324% 还不错 美国DOWZ上了1.579% NYSE1.162% S&P1.428% 和NASDAX1.264% 是不错反弹啊 三个四个都有反弹啊 有这个 反弹还不错啊 要小心啦 现在 那个数据出来 什么都会发生啊 中油3900 3933掉了一点 不然油上一点78 原油73上一点啊 可以 今年跌了其实 它跌破千块了 1794 我讲那个金呢 它会跌先 明年呢 金应该有机会有作为了啊 因为 Market 股市没有得完 很多人就会放那个资金去金那边 Silver银23.56 啊 这个美金对 马股对美金4.42了啊 还上了一点点 OK我们看KLCI啊 OK KLCI OK 妈妈大孩子还没有突破 看明天还突破顶还是下面 如果多一两天还没突破的话 它就横盘了 三四根蜡烛 跟着去三四根蜡烛 这个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蜡烛 这样子还不突破 它就是要去横盘 长期横盘了啊 现在我们等等看 暂时没有动力 今天BUSA 清晰46 上升股411 下跌股485 啊交易量2.686 不大了啊 1470 可以说Market今天 动力是不美了啊 找盘是卖下来 然后5盘也是卖下来的啊 他说他 这个是淘多了今天啊 OK 嗯 消费没有变消费板块 啊 工业掉了0.45 建筑掉了1.6 科技上了0.53 金融上了0.2 房产上了0.17 啊 种植掉了0.99 阿力IT上了0.08 能源上了0.8 医疗 掉了0.92 所以医疗还没有炒啦 中国那边啊 还中国那个COVID Case还没有太多了 所以还没有开始炒啦 啊 电讯 这个我讲看啦 看罢了 留意啦 留意 啊 不需要现在一定要 啊 把他留意一下 啊 电讯 0.323 医疗 啊 运输 0.64 啊 水电gas 1.08 工艺品啊 1.06 上了 OK 所以我们看看几个板块 建筑 OK 哦 建筑有个跌 有个跌 他又有撑一点点啦 有个缺口不是太好了 啊 暂时 啊 还有水 医疗 医疗 医疗还 医疗还站在164上面 暂时还OK啦 他也是妈妈大孩子啦 还是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跌破 中植中植 比较难啊 中植他冲不破这个6.962 可能要跌了 有水电gas 那个啊 工艺品又不通哦 他今天又做了一个妈妈大孩子 所以我看明天他冲得破冲得破 他可能还有机会上啊 OK OK 我们看这个啊 我的Facebook 今天我有time.com看一看 这个什么古今财报啊 这个不是我来的啊 这个不叫水来的啊 不要乱乱来啊 不要乱乱来啊 这个 马 马古明灯也是不叫谁来的啊 不要乱乱来哦 这些啊 OK 所以今天有 昨天又有hacker hack我的这个啊 这边有讲啦 又有hacker hack我的这个Facebook啦 所以今天进去呢 他又要check我 又要SMS 我的电话号码 这个那个 所以有几层东西啦 他讲 有人用 有人 用其他的电脑 用其他的电脑 来进我的这个Facebook啦 所以他有warning了啦 记得 他拿到 如果他真的拿到我的Facebook了 他一定会叫你投资给钱 他千万不要啊 我是不会叫你跟我投资 不会叫你参与我的投资 投资群 这个那个 因为这个是 啊 那个exy是不给的啊 不可以的啊 只是 只是那个broker 啊 broker 可以收你的钱 跟你跟你买股啊 和这个谁 交易那个股 还有这个 remiser 才可以叫你买哪一个股 可以给你意见买什么股啦 我们这边是分享图不了啦 ok ok 所以我讲这个啦 美国今天市场虽然是上涨啦 由于美国CPI数据跟这个 啊 跟这个利率啊 报告啦 要小心这两天啊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啊 我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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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抓很多股要小心啊 他讲咯 啊 这个look look就讲啊 啊 这个2023年啊 美国会 啊 经济衰退了啊 这个不是 这个很多啦 你听新闻啊 很多这些专家啦 银行家 全部都讲美国明年会去经济衰退了啊 啊 不知道 没有 不是不是讲什么啦 很有可能 很多东西啊 越多人讲越越不发生的 你要知道market是这样的 so 要小心看啦 啊 嗯 sns 等下我会看一看啊 macni 我讲macni啊 早上啊 macni 看一看这个 CGPGC充胀器 啊 这个早盘 itmax 下来了 很多人要看sns sns cary cary 换名了啊 叫做clacita啦 so 这个这个 rico讲换名也是没有用啦 也是知道他的股很很很很 你注意看啊 很很波动啊 ok 这个就讲 coglip 等下一个季度报告看怎么样哦 哦 这个马股明灯不是我啦 不叫谁啦 ok 哎呦 我讲这个啊 scope 啊 上次有讲到scope啊这边啊 TN Logistics也开始 开始反弹了 啊 这个MFT啊 啊 so NFT呢 有很多这些投资 我这边讲什么 啊 最好不要买 我们不懂的产业啦 好像买物质 买什么都好啦 你要投资的话呢 你要投资人家朋友叫你投资什么都好啦 啊 记得你自己要懂啦 你知道要懂那种东西 你不懂的话呢 你看这个 Justin Bieber 他去买这个NFT 1.3 1个Million 现在才是74 74千 好了 74千 好了 美金啦 1.3 1个Million的美金 那才吃74千 好了啊 因为这个是 Justin Bieber 买的 他才 他才吃74千 如果不是他买的 分分钟几千美金 好了啦 亏到 亏到阿嬷的名大 啊 知道要买这些 买这些 你不 不懂的东西 好像股也是啊 买你比较认识的股票 每一个股我有讲到 你就有 有讲到啊 就讲哇 我就去试下去买 你自己也要懂你在买什么 所以当这个股有什么东西发生 哦 你可以你至少你 你明白 哦 为什么他跌 你看了图 你画了图 OK 你明白 OK 图他跌为什么 然后你还可以 可以了解啦 你看图跟你的认识 跟那个啊 这个股票的认识 可以帮助你分析啦 不是讲 不是讲只是看图 看图 of course可以 but 你也要懂这个公司 在做什么啦 OK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公司 他在某些时间 什么时间 你要比较注意的 有些公司年尾啦 有些公司 因为什么 什么season 什么季节 他会比较强 那时候你就 多一点时间去看他的图 这样子你知道 你要懂嘛 不是 你几时还要看他的图 你也不懂嘛 对嘛 so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啊 这NFT很多人啊 这个谁都 王 王名字都有啦 对嘛 NFT啊 那个人买进去了 现在我不知道他吃多少钱了 他用很多钱来买了 现在你卖出去 我不要吃多少钱了 所以不要乱乱来啦 所以啊 尤其是啊 这些NFT啦 Bitcoin那些啊 你要知道啊 当那些大明星走去玩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啦 当一个新的产业啦 Market炒到哄哄声的时候呢 你知道你买的时候 你听到这个大明星买 这个大明星打广告 全部 全部 啊 全部拖 全部已经啊 怎么讲啊 那个明星已经开始拖累到这个明星 明星已经开始去赞助去 去玩的时候呢 那个是很危险的时候啦 要玩在他没有 还没有大起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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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时候 玩就可以啊 当你去到你看 Justine Babel Justine Babel Justine Babel 这些去到买 你知道全部明星去玩的 全部明星开始讲的时候呢 那个是差不多到顶了的啦 所以 啊 所以要小心啦 time ok 我看一下新闻啊 Gita Global Gita Global RHP奖有GYC 28-31C 这个跌破25% 只损了啊 我们看一看啊 看看这个Gita Global ok Gita Global 他 ok 他有机会了啊 他好像他有突破这个 有突破这个 有突破这个通道 然后他这个大通道呢 有一个三层 其实是一个头边间 看到吗 啊 所以他在这边突破了 他这个鞋的头边间 突破了他这个肩膀了 右边肩膀 啊 啊 所以看来呢 如果他能撑在0.225上面呢 他 我量了他有机会去这个0.43啊 这个啊 so make sure 你要看你要看这个0.25啊 他必须站在上面啊 他他跌回下来就不能了啊 ok 黄粮bank觉得这个啊 itmax啊 给一个buy call 可以去有快期啦 啊 so你要看一看啊 快期啊 啊没有也许你知道啦 银行的没有这样快啊 银行的啊 call可能要等时间啊 比如讲买了 即使下个星期就可以上去 也有可能啊 因为科技股炒起来很很夸张啊 炒起来很夸张啊 itmax ok itmax我们看一小时 ok 我们有画了线啊 1.41了啊 so他给快期蛮高啊 啊 诶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 第一例看一小时啊 快期在这边 so这边 如果他突破1.41呢 1.41进呢 去到快期呢 也有20多巴仙啊 20多巴仙啊 ok ok somagnitech magnitech呢 他近利涨了啊 啊 第二个季度 17M去到24M上了 46% 收入1.12 7到 3.43M 还不错了啊 ok 那他六个月 六个月 38M去到49M 28% 然后他 收入也 4.17 7到 6.83M啊 ok 还不错了啊 我们看上 Magnitech 我有讲一讲啊 Facebook有放Magnitech 今天啊 那个新闻还没有出 我看到了啦 他有那个动力啊 所以有放一下 我们看上Magnitech Magnitech 7807啊 7807呢 他必须突破1.89 突破1.89 他可能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去2块2块1 啊 所以啊 他这边有个主力就是这个通道了啊 记得 记得画啊 啊 不要不要等 不不不不一定要等那个什么啊 等那个啊 啊 等那个啊 啊 才开始要学了啊 所以我每天都有画每天都有画给你看啊 所以记得跟就画啊 看多了 你就明白的了啊 ok 用这个 这个线条来画啊 用这个线的来画比较容易啊 你用这个辣椒比较难啊 用线的 所以Magnitech 这些顶啊 所以他开始突破这个顶 他这边还有一个主力1.89 他突破1.89他就有机会了 ok dx sigma 要啊 要上市下个月啊 50 50个million啊 啊 ace market啊 你们有兴趣的啊 ok qes double down qes呢 他要开多一千厂哦 本来他现在有厂八十一千个square feet 现在他就开多一个一百千了 so double了啊 他的这个啊 产 这个啊 什么capacity啊 可以 应该可以有机会double他的产量了 so这个呢 谁有给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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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target了啊 没有给target but啊 我们看啊 qes啊 太迟了 太迟了 所以我没有拿来讲啊 qes啊 昨天啊 昨天前天我有看到了 因为他很高了啊 很高了 暂时啊 暂时不要追了 等他调下来先 啊 真的太高了 他调下来他这边可能这边有做了一个双底 这边是仅限0.0.645 他调下来他才冲破0.645啊 可以也许可以试啊 现在已经太高了啊 超卖了啊 超卖 太高了 ok 这个中油中油开始跌了啦 这样啊 这个11月啊中油开始跌了 啊 啊 啊 这个啊 rubber 这个塑胶的产品的 啊 啊 export啊出口也多了一点啦 0.16%不是多很多啦 这个呢就讲啊 云鼎也许二三年啊 今年 今年他的报告不好这边讲 but明年有机会啊 这个所以啊 Hong Leong Bank啊 他给他3.44啊 因为 因为啊 因为新年啊 还有resolver 还有新的这个resolver Hudson Valley 这些啦 可能可以更大的盈利啦 我们看看啊 肯定啦 肯定还这样子还ok啦 2.58 跌破2.58就不好了 站在2.58还ok啊 这个底 啊 这样子还ok啦 他不强了啊 要等明年啊 现在 年底这些目标全部你看 一大堆了 全部都不能啦 等明年啊 所以他调到3.44了 Hong Leong Bank 啊 这个要等哈 可能明年年尾都都不都不叫可以不可以啦 but要等了哈 不想没有机会有机会 but要等啊 ok 看几个动力股 idmax看了 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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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time.com 这边也可以啦 but啊 这个啊 自动盈利没有叫你卖 也许不用卖先 啊 but你套利点也是可以 因为这边有个尾巴呢 也蛮高了啦 也蛮高了啊 ok 还有谁 TN Logistics 这个有机会长期 因为他 他已经破了 他下跌通道已经破了啊 已经给他转回 转回去上升通道了啊 已经转回去上升通道了啊 已经突破了突破了啊 他已经开始转回去上升通道了 啊 还有谁 scope 这个是8397啊 scope是 scope呢 0028等他突破0.205 cent啊 他这边有个也许一个双底 他有背离 有机会了 他突破了如果他站稳呢 他应该可以慢慢的上啊 scope 他不许站稳在0.205 205上面啊 sns啊 很多人要看sns哦 今天量出的很大 sns sns还蛮波动 有点危险 but啊 我看我量了这边跌下来 如果这边跌下来 啊 11%也许可以试试啊 他看来他可能要 可能今天这样的蜡烛来 你看四小四小时啊 有红色动力来了啊 所以短期他们要推他啦 ok so有机会了 有机会啊 有机会看看这个2.0.27 0.29 啊有机会啊 这个 止损在0.22 0.22下 0.22啊 ga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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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有动力 看下gamuda 搞什么 哦他很重了 因为他很高了 他要冲上去很难啊gamuda 啊 今天还要冲吧 还没冲破 等他冲 等他 他有一个投并间 他冲破啊 3.63 有机会啊 现在他在3.6 3.625 如果他冲破3.63 有机会 mce holding 这是动力股啊 有几个mce 这个呢 我看到他好像又登要又登上去了啊 他要他做一个又登上去啊 又登上去啊 他有红色动力来 长期有机会啦 我这些股我不敢动啊 这个就是这个 我讲这个 啊 那些啊 鸡啊 在这个啊 把一堆的鸡丢在那个草原里面啊 草原上面啊 乱乱走啊 乱乱跑啊 就是这个了 看来他这个有动力上了啊 有动力上 1.27 啊 1.4 啊 有有有动力了 啊 直省蛮远了啊 直省在0.98 啊 fpi ok fpi 也是慢慢的上啊 fpi 我讲啊 这边突破3.2 到了啊 到了啊 所以现在买通到底卖通到底啊 ok ok 我们明天再谈 记得啊 我的这个 啊 啊 自动盈利啊 还是有的啊 1688 如果要注册 上面有那个表格 或者我的facebook 我的网站都有那样表格 啊 注册了 send 那个啊 send 那个啊 send 那个啊 啊转账的手条给我0183923129啊 ok 拜拜